大家好啊,我是一日和 今天带上我们家瓶子去辽阳合伙沟玩去 那个地方风景不错,就是号称叫东北小黄山 其实风景确实挺好,但是没有必要往黄山上挂靠啊 今天正好是个阴天,挺适合爬山的 到了,就这个合伙沟 这地方吧,风景都不错,有山有水的 但是说黄山有点过分了啊 这个太埋的黄山了,黄山比这好看多了啊 大伙不要信啊,还行啊,这个票价还不算太贵 车10块,然后银20,一共50块钱 这个合伙沟值得一来啊,这地方还行 虽然不像它宣传什么小黄山那样 跟黄山确实也没配,但是风景还挺漂亮的 这回热闹咯,时速想超过20多费劲了 这里是合伙沟奔着画廊去那个地方有个亭子 然后我建议大家就是走上来哦,不要开车上来 刚才我在上坡的时候车轮打滑好几次 这个坡实在太陡了 来的稍微有点早啊 就是山上边书叶还都没红,红了之后能好看挺多 合伙沟这里边吧,风景也没有说像网上写的什么攻略呀 他们拍的照片那么漂亮 就是满眼都是绿色吧,眼睛一眼睛,溜溜狗还行 现在我吓到这个合伙沟里头来了 然后这儿有一滩臭水 就是边上全是蚊子,靠近了就会摇腿的那种 它这个名叫仙女池 边上还有个破石头,写个秀这儿 应该是村里边有个叫秀的姑娘在这儿出了什么事了吧 叫瀑布的话吧,它那个气场明显就不够啊 这叫飞铺,合伙飞铺 我的天呐,哈哈哈哈哈哈 就这么个玩儿了看,叫瀑布啊 我的天呐,就上面那个什么,什么仙女池 那个臭水往前一躺,埋了吧台的 合伙沟,飞铺,我去了 太泡眼了 这个景视牌做的不错啊 景区内有蛇类及有毒昆虫出没 敬请注意安全 所以呢,不管抖不抖的 登山,进沙里边带一个登山帐还是很靠谱的啊 瓶子今天玩的挺开心 可沙里蹦的来蹦的去的 回家给它做个雏虫 怕山上沾上那个沙里边的虫子什么的 就是实话实索啊 这个辽阳合伙沟这里边风景还算不错 然后也挺凉快的 嗯,没有什么太好的水 那山景还挺漂亮 就是各种那个沉积岩还有叶岩呢 嗯,还有一些厌石都挺漂亮的 但是唯一缺点就是 它这儿写一个什么死里画廊 那儿写一个什么瀑布 然后你挺期待的去了 完了就啥也不试试去看那个风景 这个挺可惜的啊 这个地方门票20块钱 车10块钱 然后交费也挺便宜的 里边卖的那个操事 水啊,饮料什么 大概就加一块钱的样子吧 还行 要是带狗来的呢 领狗进来玩也没事 这里边也不排斥 嗯,刚才晃了一下 我给人家狗先生检查了一下 也没有什么脾虫什么的 总体来说还算不错 然后能带登山帐呢 就尽量带一个 因为我刚才在路上 就看见好几条蛇 这里边蛇挺多的啊 拜拜啊,我回家了